公元132年的2月底 战事突然爆发 之前休整了大半月 却没有离开前线的玉营后军最先动了起来 在无界的指挥下 玉营后军在保安军与青州北部地区 也就是延安西北侧 今夏宋三家最敏感的恒山前线交接处 投放了最少2万战兵 一旦展开 却又兵分两路 一路顺着落水向东南方向 也就是延安府完颜活女那里推进 一路向西北方向 也就是之前靖康中被西夏夺取的定边军地区进发 战事规模放在靖康之前绝对算是一场大战 但放在眼下这个时节 却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那种 而作战形式也注定是典型的城寨争夺战 主要是对多年以来 宋与西夏恒山前线的那些城堡的控制进行争夺 短时间内形成不了什么大的波澜 也无法有什么特别震动人心的战果 但依然震动了所有人 且说 大宋与大金之间是战争敌对国 双方之间仇怨比海深 比山高 而且战争从来没有正式停止过一天 这次不必多言 而大宋与西夏虽然经常性达成名义上的短暂和平 但内里因为百年战争的缘故 也是仇怨比海深 比山高的 即便是最反战的大宋中枢内部高层文官 除了极少数人因为厌倦了战争而愿意接纳西夏以外 大部分人也是从一开始就将西夏视为叛逆 也就是不合法的自我独立的 大家从心底就认为这个政权的诞生是不合法的 故此 甭管是鹰鹉炸将面还是精卫分明 又或者是镇人你很久了 以及不打西夏就不可能取得战马储备渡河作战 总之 这次与西夏开战 本质上也属于大家都没什么话可说的那种 所以 并不是开战本身让所有人震动 那么无界的这次攻势的场外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答案是主动进攻 朝着女真人与党项人的正规部队 朝着大宋最强大的两个敌人的正规军 发起攻击 这一年是戒严六年 而战争开始于七年前的1125年 战争的前三年 宋军一败再败 导致了震惊世界的靖康之变 大宋政权实际灭亡 而随后 现言元年也就是靖康两年 赵宋官家作为唯一一个漏网皇族政统 在南京登基 彼时的大宋朝廷是一个流亡小朝廷 河北不敢去 中原不敢留 在之与众臣们争论最多的 乃是要去长安南阳还是扬州 以做落脚之地 彼时的大宋天下是河北 河北基本沦陷 中原 关中 京东完全暴露在京军冰封之下 老百姓风英向南 官吏文风气地 淮河以北基本上进入无政府状态 而从南到北 却到处都是军贼 到处都是盗匪 彼时的大宋军队 是一群残兵败将 大猫小狗三两只 位置最高的军员 居然是流光是那种货色 而即便是公认的忠勇寒氏中 也约束不住不下在行在旁滑便作乱 彼时的一切 历历在目 而现在 赵宋居然打出去了 而且是对着女真人与西夏的政经部队 同时发动了进攻 有些事情是这样的 尽管所有人心理上都早有准备 尽管大部分人都知道 他本身未必就会有什么太明显的成果 甚至相当一部分人还都知道 这么一件事情 本意说不得只是阳攻 或者是某种准备动作 却还是忍不住有些激动 有些胆态 有些怅然 无数死亡生存火焰铁流 自然人性的最上方 历史终究会吊诡的选择 以这种事情为节点 进行毫无感情的记录 赵宋七年抗战 五年底力 终于在剑岩六年的春日 踏出了反攻的那一步 然后时过境迁 没有人会记得 所有那些曾经活生生的面孔 也没有人会记得 所有那些曾经闪耀了时代的刀光剑影 只是一部分人 一部分事情 如同这次反击一样 被人毫无感情的记录下来 无界动手后 其余宋军也都动作不断 韩市中部重新进入同州 并有一步向前滚入丹州 确保了对延安的另一侧压力 同时直接威胁到了 京军自和对面大宁一带支援延安的同岛 这使得延安的京军真切感受到了被围歼的危险 而西夏那边的压力明显更大 岳飞部 曲端部 王德部 数以万计的宋军精锐大量出现在京元路 齐步俱全 然后俨然以阵容军后市雇员为大本营 开始对之前被西夏夺走的怀德军 也就是俗称的平下城 以及西安州北段城寨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平下城这个地方 战略位置极为突出 乃是折宗时集中了整个关中的人力物力 突然启动 用了23天突击驻城 而府一驻城便引发了西夏的极大震动 因为这座城和周边的配套物宝 直接控制住了葫芦河的上游 而葫芦河横穿兜岭 一路直接抵达黄河 到了这个入河口 距离西夏核心心灵之地便其实只有区区120里 而岳飞 王德 曲端三步明显是抽调的精锐 而且其中大部分将领士族居然都是本地人 上来便能适应战场 同时骑兵比例也相当之高 却是府一接战便有侵略如火的气势 而在这几路宋军的猛烈进攻的之下 葫芦河流域 也就是西夏人称之为魏如河了 周边防线迅速崩塌 城寨迅速被分割包围 可以想见 如果不能迅速派遣城建制大规模援兵的话 那么李乾顺在靖康后的努力 将会彻底化为乌有 而这 则让因为战事粗然爆发而陷入到某种艰难处境的李乾顺 更加艰难起来 此人当了快五十年的西夏国主 当然知道贫下城的重要性 当然知道好不容易趁着靖康之乱取来的贫下城 一旦被宋军夺回 那西夏将永无宁日 但偏偏不敢轻易抽掉兵马迎战 因为就在宋军全线进攻 进逼的三月上旬 一个从俘虏 Andy摇摆小部落那里反复得到的确切消息是 赵宋官家的龙道再次北移了 却是直接进入了方舟最北端的方舟舟城 方舟舟城当然是个战略要害 这点从之前无界再次取得的战果可见一斑 宋军在此布置兵马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然而 仅仅是布置后辈却无需赵宋官家的龙道 很显然 赵宋官家是要直接都督韩世中 无界二部已对延安恒山这个东线战场 只能说大宋天子出现在距离前线不足百里的形状 对女真人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但对于西夏人而言 对于那些恒山中的党项小部落来说 对于陕北伦县区市民而言 却依然是极大的震撼 很多党项小部落反反复复 虽然大多数时候还是自认识西夏人 可百年尽然 却还是晓得大宋天子为何物 骨子里是有这么一种畏惧感的 故此 大宋天子就在方舟 这一句话带来的震动和压力 直接让恒山一带风声鹤立起来 很多恒山内外的党项小部落都有动摇之态 更有陕北沦陷区市民屡屡暴动 倒戈之事 而无论是岳飞还是无界 攻势都明显变得顺利起来 这个时候 李乾顺实在是不敢从恒山防线那里抽掉兵马 因为一旦有了闪失 出现野战大败的情况 哪怕只是万鱼部队 都很可能导致连锁效应 最后弄得一个满盘结束的局面 交战不过数日 这名经验丰富西夏国主便彻底意识到了一个现实 那就是今日之宋军 绝不是西日的宋军 今日的大宋 也绝不是西日那个大宋了 指望着西夏自己单独与宋人形成战略平衡 一开始就是痴心妄想 煎熬之中 李乾顺唯一的指望便是女真人了 求援的信函开始一封接一封 以最快的速度从星园府发出 自恒山后方送达京军占领区 活女物竹额鲁关 堪称建者有份 大宁城 是黄河东面京军腹地通往延安的最主要通道 这是因为金流此处的心水与对岸沿河的黄河入河口 只有区区十几里距离 而且沿河口又在下游 使得自东向西的后勤转运非常堵 故此 针对延安而来的金国四太子完颜物竹很早便将此处当作自己的行园 并在此处几乎成功分化瓦解了活女集团 等到三月上旬 战事全面爆发以后 不知道跑死了多少匹马的第一份球员信抵达此处后 这位实际上执掌整个西路军与西县战区的大金卫王直接粗略看完书信 便直接在大宁城的行园大堂内做出了判断 要救西夏 因为战事突然爆发 专门从太原城赶来的西路军都统完颜拔黎肃直接在座中开口相劝 殿下 先救活女吧 虽说活女与我有怨 可无论如何都不该弃了那一万西路军老兵的 与之相比 西夏人就算是亡了国又算了什么 堂中其余人等纷纷汗手 雾竹没有做太多解释 只是起身在大堂内副手夺步片刻 然后便做出了确切回应 活女也要救 拔黎肃死死盯着雾竹以至于眉头紧簇 那位王的意思是出大军渡河去延安 雾竹果断摇头 不可以 俺在这里许久 看得清楚 大宁这里去延安 过去容易回来难 何况延安多山 还有两条渐渐长起来的大河 根本不是咱们女真骑兵发挥的好地方 俺甚至怀疑 韩世忠说不得已经有足够兵力切断延河 逼迫活女从北面撤走了 之所以在丹州按兵不动 就是在作局等俺们派兵过去 然后狠狠摇俺们一口 拔黎肃沉默不语 旁边的几个将领 完颜撒利赫 胡查胡斩等人也都无声 他们非常能够理解雾竹的想法 因为上一次摇山之战的最大损失 便是完颜雾竹自己率领的两个万户 而那两个万户之所以损失惨重 还真不是他们如何血战 以至于损失惨重 而是战后与其他部队能够有序撤离不同 他们被隔绝在了战场另一边 无法返回 然后在丧失了补给的情况下 被拒肩在了黄河岸边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女真人实在是不想再和对岸打 也不想往陷阱里跳 反观悟竹在堂内转了几圈 忽然开口 对岸到底有多少兵力 拔黎肃摊手一对 若说人力 自然是无边无际 不用我说 四太子也该看过了 听过了 自同州到丹州 民夫 府兵接连不断 隔阂肉眼可见 旗帜密密麻麻 能想到的都有 悟竹欲发叹了口气 战兵呢 拔黎肃在座中继续正色对岛 战兵只能去算 韩世忠玉营左军一直在 无戒玉营后军一直在 李燕仙更是一直没动过 无外乎是赵颂关家 此番到底带了多少兵进来 他们自己说是五万 说是岳飞的玉营前军 王德索领玉营中军 曲端索领玉营七军 这三家加起来自然能抽五万过来 但是不确切 只能说按照西夏人心中说法 这三人和他们主要部署 聚在什么平下城露脸了 打得西夏人向我们求援 而赵颂关家在方舟 笔触赵说也该有些 直接指挥的后辈 可见便是有点虚张声势 也应该不会差太多 雾竹汉手不停 最后直接给出了一个数字 加上李燕仙 十五万 巴黎肃想了一下 旁边萨利赫也想了一下 却都没有吭声 雾竹没有纠结 这个注定没有具体答案 但所有人心里都有点谱的问题 而是继续顺着这个推断 提出了一个结论 与一个新疑问 宋人有备而来 不能渡河 最起码不能从延安渡河去园 反而得让活女早做准备 必要时从北面隋德军 灵州走 灵州者可求妥当吗 巴黎肃连连摇头 不知道 整个河对岸的陕北 延安府 隋德军 靖明军 灵州 丰州 辅州 全是楼市带着活女打下来的 然后西京留守处置 但摇山之前恰好西京的契丹人作乱 信任西京留守干脆是刚刚任命的六太子 物主也是无奈 却又愈发醋眉 咱们这么多事 宋人如何没事 他们果真有发动15万大军在陕北拖延 舍尔 决战的粮草储备 大军放在驻地耗费是一回事 动起来的耗费是另一回事 一旦打起来就又是一回事 凭什么俺们没有准备 他却这般从容 巴黎肃若有所思 魏王是说汉人是在虚晃一枪 本意还是想恫吓咱们 平白取陕北武军 或许他们后勤根本支撑不了大规模战士两三个月 君子春贝也无力在延安发动一场十万人的大会战 雾竹沉默片刻 艰难摇头 堵不得 巴黎肃嗤笑一声 终于不再掩饰 魏王 好话坏话都是你一句话 到底该怎么做 雾竹缓缓以对 时隔许久 早不是南洋情状 韩将军都已经死在对岸 俺也只是想尽量不出差错罢了 巴黎肃 你久在西路军 你来说 若俺想就西夏 想保活女 又不想冒险过河 还想拖延助宋人 到底该如何做 可有个妥善的应对 巴黎肃听到对方说起南洋故事 却是恢复肃然 坦诚一对 简单 这正是末将来见魏王的本意 我想请魏王下令 和大军网合中府 在普京 龙门金铺设浮桥 压同州 越中条山公平路 以压闪州 逼迫宋军自陕北抽调兵力与我在笔处对峙 而若如此 不敢说万事皆可迎刃而解 却也足以舒缓全局 物主恍然大悟 此所谓唯唯就赵 或者说是假装去唯唯 押唯就赵之策 只能讲 千百年来 普京 同官那边一直为关中之要 果然是有道理的 一念至此 大京魏王一如既往 却是毫不犹豫做出决断 就听都统所言 俺亲自再去一次普京